猪队友老公啊 没想法的东西 没有 各位请注意 老公跟男朋友是两种不一样的生物哦 所以我们这里谈的是好老公 好的老公让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公让你住病房 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加到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呢 他们真的很会理财 有的也很会赚钱哦 他们知道好的爱情或好的生活 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 有听过结婚的朋友说 他送他的金牛座老公一个手表 然后还被老公骂哦 你干嘛把钱花在这里 因为我们已经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他们真的会很务实 而不会因为看到一个好东西就很高兴 第二金牛座非常懂得过生活 吃美食啦 也很会做菜哦 你如果喜欢吃牛排 他就会把牛排煎得美滋滋的 把你养得肥肥的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但我奉劝你一句你还是不能变太肥哦 总体来说 嫁给金牛座还是挺划算的啦 他们不但很会赚钱存钱 然后很稳定 就是没有情调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虽然他们单身的时候可能很渣 可是没有关系 他们结婚以后是真的很紧择 毕竟你是他千选万选万里挑一的那一个 他当然要对你负责咯 因为他的难搞都在前面搞完了 所以婚后的天蝎座 分分钟把老婆的话当圣旨 毕竟嘛 两个人的世界 不是你就是我 那如果我还跟你作对 那也是很累的一件事哦 所以天蝎座其实乐得当一个懒人 这样的天蝎也不会在乎别人说他是七管炎 他反而觉得有老婆管他挺好的 如果你有需要他照顾的地方 他也会帮你打理得好好的哦 只要你愿意信赖他 他是非常愿意付出的 再来就是床上功夫啦 作为天蝎座 他们的细腻也是人人夸好不好 不知道他们有多好的不妨去试试看一下 不妨去试试一下 在天蝎座的婚姻关系里 他也是非常讲究信任感的 一旦一个天蝎座信任了你 他其实是不会处处管你的 反而会给你很大的空间 那将心比心 如果你们的关系没问题 天蝎也会克制自己的动摇 他不会随意的动摇 因为说真的偷吃的代价很大 天蝎座不是不知道 他会努力克制 巨蟹也是在事业上很有上进心的 不过他的上进心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 所以他绝对不会把家庭摆在第二位 因为事业而牺牲的家庭 有些巨蟹座甚至很愿意把他的事业拉到家里来 比如说在家里上班或家庭集工厂 或者是全家一起在工作领域里面和乐融融 这都是他不敬意的 简单讲巨蟹座不会为了工作而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而婚姻在巨蟹生命当中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分量 有了婚姻之后 有些巨蟹反而变得更正向了更积极了 跟他单身的时候很容易忧郁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哟 也会变得更有智慧 婚姻虽然是磨练 但同时也是他成长的动力 而且巨蟹座还有一个好处哦 就是他很愿意跟人磨合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有合不来的地方 巨蟹会想说那没关系我来改 他愿意改就表示你是他的真命天女 有人说磨蟹座就是这样啊 不适合当情人 但挺适合当老公的 因为老公就是平淡的生活 那磨蟹座是真的很适合跟他平淡过生活 他喜欢牵着你的手逛超市 他喜欢跟你黄昏的时候到外面散散步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 磨蟹座愿意迎娶你进门 你就知道了他非常重视你们的关系 婚姻对磨蟹来说绝非儿戏 而是要很严肃和慎重对待的一个契约 在签约之前他曾经细细的评估你 签约之后他也会好好的对待你 以及你的家人 而且说真的 婚后磨蟹座是真的会以老婆为第一哦 因为不要忘记了 他们的夫妻公是位在敏感的巨蟹座 所以如果老婆有所抱怨 磨蟹第一个感到心痛 曾经有一个网友说 他的怀孕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他的磨蟹座老公竟然跟他讲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痛 那我们这一态就先补带好了 他爱老婆已经爱到这个地步了 也想象不到吧 所谓的爱自由啦 或者是上半生是人下半生是马啦 都是对他婚前的形容哦 婚后呢 他是非常非常的爱家爱小孩的 有的射手座一旦结了婚 他的IG或他的脸书大概就是晒小孩了吧 或晒他的家庭生活 做梦都没有想到 对不对 其实呢 你能够嫁给一个射手座老公 基本上已经保证了 你大概是蛮懂得怎么跟他相处的 比如说对他的孩子其实很忍耐啦 或者是还蛮懂得放风筝的哦 就是放出去 然后偶尔拉拉绳子让他回来 当他已经决定了这个老婆 诶 你蛮能驾驭我 那他就很愿意跟你爱相随 有时候反而是你会觉得这个射手座 还蛮需要你的 是他来黏你 黏紧紧哦 射手座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正能量 天塌下来他都有一套逻辑去解释 然后他看起来也不会丧志 所以婚姻关系当中有这样的队友 其实还蛮不错的哦 最重要的是射手有赤子之心哦 有时候不见得是要赚大钱 生活中充满乐趣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猪队友老公啊 没上榜的都是 没有啦 其实这几个老公如果没有搞好 也是猪队友 我说真的啦 其实你看离婚率这么高 你就知道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成为猪队友了 如果两个人都带有自我的性格就是 我还是婚前的我 我刚刚说了男朋友跟老公是两种神物 如果你还在演男朋友 你就不会是好老公 你如果也不愿意退让半步 那对方也不愿意退让半步 那他怎么 他就算是这些星座 他也不是好老公 所有的好老公都是因为他愿意让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决定权也好 或者他也要尊重另外一半也好 他就能够发挥他性格当中 可能成为好老公的部分 所以上榜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